以都市内老旧公寓聚落为参照 深入口须聚落内的人文脉络 长期关注当代艺术生态 猛然一看穿孔城市 似乎是呈现城市各种负面的状态 但其实并不尽人 因为涉及的我们通常不愿意去面对或习惯忽略 却早已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整体关系 穿孔包含四层意涵 随着硬体聚落楼层面积与高度增加 住户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封闭与隔离 加上建筑硬体的必然生命周期 及整个区域因为边缘化而没落 在成为废墟前 其中活性网络关系再没有来得及开始 就已在不可见的状态中成为另一种废墟 其次是透视或掌控大楼公寓聚落内部 被隔离的个人与家庭之间 及与周遭外部的各种可能关系 第三层则是关于各种不可见的有害因素 造成的穿透影响 包括衰老 虚能 孤独 疾病 传染病 各种真假讯息 流行时尚 错误思想与政策 临近的利害关系 远方或全球性灾难或危机等 第四层 突破城市内 层层墙壁的隔离下 各种互助网络衍生的可能性 进而思考关于空间 时间 建筑 与人群的动态关系 时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